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 2015年的M1第11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一看題目 他說有個工程師 Model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amount of oil products produced in 100 per day 即是每百桶計算為單位 Buy oil companies x and y respectively Buy兩個功能 第一個叫ft 就是NATURAL NOG E的T次方再減T 還有GT等於8T再over一加T 說明T就在2至12之間包頭尾 他說Is the time measured in day 好 再結束先看A part 他說Using the Trapisanto rule with 5 subinterval 他說叫我們estimate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produced by oil company x from T等於2至T等於12 事不宜遲 直接在這裏做 這條是2015年第11條的長題目 我們直接在這裏做 A part 首先在這裏叫我們用Trapisanto rule 什麼叫做梯形法則Trapisanto rule 我可以在這裏標示給大家 我還記得在我筆記的 chapter7 我曾經有提及過 什麼叫做Trapisanto rule 不如我把綠色筆記錄下筆記錄給大家 Trapisanto rule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in由A到B 這個要背的 就是f dx的時候 我們不是單單這樣in the accept value 它是可以approximate 用柘梯形去approximate 詳細不同你講 看我那條公式 那條公式應該是delta x 這條公式待會就一起用 不過你要背的 OK 就是delta x over 2 好啦 就再乘回裡面就是f xlok 就是x0 再加2 再乘以f x1 不斷加 加下去加加加加 那麼加到去哪裡呢 就是加到去這個 2 就是f xn-1 就是尾2的那顆 而最後那顆當然就是f xn 我又寫錯字了 OK 可以嗎 不是xlok 這個是xn 當然我稍後再補回它 因為都還未乾 OK 好啦 人家一定會問我們 這些x0 和x1 xn-1 和xn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還有一個delta x是什麼來的呢 那我們補回給別人 就是rare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delta x其實就是把這兩個interval 雙減再除回n的10interval 那就是b-a 再over回n 好啦 而那個xlok 所謂的xlok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a 來的 好啦 那那個xn 就是這個 幫我還未補回去 就會是b來的 OK 好啦 n 那些xi 就會是等於 a再加i乘以delta x 就for這個i 會是等於012 一直去 就去到n OK 這個就是n 來的 我先補回它 好 有條公式在這裡 我教你怎麼用 不教你詳細 自己看出7xlok 在這裡明顯地 我們一開始 我們要懂得轉搏 因為這裡 它在說fx fx 這裡用ft 即是x取代了t 或者t取代了x 所以這個是x 這個就是t 你自己轉回它 所以delta x 這次就算是 delta t 我們首先計算一下 delta t 就會是等於什麼呢 如無意外 我們就會是 由這兩個interval 相減 再除n 10interval 10interval n是5 很明顯 今次in的範圍 它說明 from t 等於2 到12 所以a就是2 t就是12 所以其實在這裡 就是12 再減2 再over n就是5 所以在這裡 我們按一按機 換言之 這個東西是多少呢 12減2 再除5 所以出來就是2 就是說這個delta t 其實就是2 現在我們就告訴別人 就是by using using 這個 trepresental rul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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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5 的 subinterval 好 我們現在直接來的了 就是by using trepresental rule with 5個的subinterval 或者我選一選 讓你 讓你 好一點 溫室的時候 精神一點 這次我們要計算 就是total amount of oil produced by oil company exi 就是exi 這間公司的產油量 就是the 照抄 就是total 做 of omine of of th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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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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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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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IN介乎由2至12之間 所以範圍應該是2至12 因為是OIL COMPANY X 所以其實就是在講OIL COMPANY X的橙油量是FT 所以裡面就放FT 再DT 我們慢慢來不要急 而這個東西我們用Tropisanto Rule去Approxy 就是用這條色 根據這條色 其實它會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慢慢來 這個東西應該會approx 就是Delta X就是Delta T 就是2 再over 慢慢來寫好一點 就是over2 裡面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FXLog XLog當然就是A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2 所以就是F2 再加2F1 F1 其實就是把2 再加Delta T 即是Delta X 就是2加2就是4 所以這裡就是F4 下一個就是2 再加2 4加2就是6 一直去 再加2 就是2乘以F 6加2就是8 再加2乘以F 8加2就是10 而最後一個就是 再加多少呢 就是 就是FxN XN就是B 就是這個位置 最後這個範圍就是12 就是F12 好 所以在這裡 我迫迫地 不好意思 所以在這裡我們慢慢來 換句話來講 這個東西我們慢慢來看看 2除2就是1 外面就是1 好 裡面我們要處理一下 這裡F2 F4 F6 F8 F10 F12 其實有重複性 所以我會把這個T 轉2 轉4 轉6 轉8 轉10 轉12 2其實你不用逐個代替 我們用計數機可以幫到手 就是把這個功能進入計數機 我上課都經常講 所以在這裡我會 首先不如把這個功能進入計數機 我們就是 這個 是Lateral 好 就是Shift 這個 就是 按E T T字你自己算薄 馬上轉X 所以是Alpha X 先把括弧 再減 這個T轉X 就是Alpha X 那就刪固 OK 我們按EX 出來第一個數 你不用理會 這個功能 Ft已經進入了 裡面 或者叫Fx 我們先處理第一個數 就是F2 即是把X 當是2 放在裡面 這個 就是2 Shift 放在這裡 然後按上箭咀 拿回這個功能 按EX 出來第一個數 是1.68 多 所以我們原汁完美 整個照抄 這個東西就是1.684370 就是249 OK 再加 或者我大一點 小小射 你們看得稍微一點 再加 就是2 再乘以F4 這次F4 這裡我們就 放一個4 去Shift Store X 放到X 按上箭咀 按EX 出來就是3.9幾 這個F4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原汁完美 就是3.92 3915 015 好了 再加 我不是多夠位 寫下 就是2 X2 這次就是F6 即是X就是6 接收到X 即是6 就是Shift Store X 就放到X 按上箭咀 按EX F6 其實就是5.98多 我們整個抄就是5.985 015 782 再加2乘2 接著到F8 即是把8放在X上 就是8Shift Store X 按上箭咀按2X 出來就是7.99多 所以整個抄下去 這個就是7.9973 126就是91 接著再加2乘F10 即是把10Shift Store X放在X的位置 按上箭咀按2X 出來就是9.99多 我們整個抄 就是2乘2 9.3.9 就是545 就是898 接著這堆東西 最後再加F12 即是把12Shift Store X放在X 按上箭咀按2X 按上箭咀按2X 出來就是11.99多 整個照抄就是11.4.9 999999 就是26 就是27 整個三番戶戶區 接著這堆東西 我們又要按機 成1不用理會 就是按後面這堆 我首先按1.6843702 就是49 再加這個 就是2乘3.9 按錯 3.9 就是239 就是150 就是15 再加這個 就是2乘2 就是5.9 8501 按錯 015 就是782 再加 2乘2 後面就是7.99 73 126 就是91 再加下面這裏 就是2乘3.9 123 再545 就是898 再加 最後這裏不用乘2 就是11.49 就是2627 按EXC 出來就是69.45 多 我們考試 DSC當然就是拿 四個Decimal places 所以我這邊拿 應該是69.49 當然 小心點 他說 八萬筒 來的 in hundred 看不見 八萬筒 所以這個 69.49 筒 不通 是69.49 五九 八萬筒 所以你寫這個 要不然你補0 行不行 我就會用文字上寫給他 就是100 100 就Prede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不會用到這個數字 我自己一定補本 我原汁完美整個 錄下它 就是用黑筆 錄下它 免得這麼多次 69.49 就 五八 七五 就二九 69.49 五八 七五 二九 整個答案就是這個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B part 不過我也不想太迫 因為B part 應該也不夠 在下面做 那不如我開張新的單單子 好嗎 這是Page One 就是做A part 那麼我開張新的單單子 做B part 那我等我等你 好,B part,我們一起看看他問什麼 B part,他就說,叫我們Determine whether the estimate in A is an over estimate or an under estimate 他叫我們Explain your answer 老老實實,如果你這樣問我,B part,我們直接在這裡做,B part 其實我就一定想起,就是D他兩次,D完一次就D一次,為什麼? 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律師Chapter 7曾經有說過,我記錄在這裡給你,當作一個筆記 Chapter 7的筆記有說的,就是什麼時候會over estimate,什麼時候會under estimate 如果用Tropisanto rule的時候,我們記錄下,就是TheTropisanto rule 就會Gibs And,好了,強調給你看用紅筆,就是over estimate 就off這個的,in由A到B,fx,dx,ok?就是if 這兩次,就是f-x,是大於0,這兩次大於0的話,它就是over estimate 就是for,介乎在這個interval,由A到B之間,x,ok? 那就是,x介乎在A到B之間,當然是爆頭尾 那什麼時候under estimate呢?就是,我可以記錄給你了,就是theTropisanto rule 這個要背要知道的,否則你不能做的,ok?可以嗎? 幫你找書而已,就是gibs 如果你都知道的,就可以飛片了,ok? and under estimate 就off這個,in由A到B,fx,dx,就是if,如果,就是我們D兩次,就是f-x,是小於0 就是for,在哪個interval那裡呢?當然就是你in的interval,由A到B 就是x介乎在A到B之間,爆頭尾,ok?可以嗎? 所以我們看看它究竟D兩次,D完之後判斷一下究竟在指定範圍裡面是大於0,小於0 那所謂的指定範圍就是多少? 那你A part剛才in的時候是在哪個範圍呢?你留意一下 其實你是在玩由2至12之間的,那個interval,對吧? 所以肯定是考慮T在2至12之間 所以我自己會這樣想,或者立即這樣寫,就是for 那個T是介乎在2至12之間的時候 我就D它兩次,之後考慮它究竟是大於0,小於0 未D第一次之前,我先記下方便我們自己做數 第一個,FT,我只要抄的,這個我剛剛就是letrolog E的T次,再-T 所以如果我們將D一次,即是F-T 就會等於將這個letrolog E的T,再-T,這個D它一次,即是overDT 如果我們這樣D它的時候,其實我們對不到位置 所以在這裡我們一定會用這個鏈式法則,即train rule 去選擇對位置 所以下一步我們會對它的位置,即是鏈式法則,train rule 就會是D這個letrolog ET再-T 就overD 就ET次方再-T 再乘D 就ET次方再-T 就overDT 好,如果我們腳踏下去的情況下,這塊是甚麼呢? 如無意外 D這塊根據D的公式,我出了4 它就會是1over 當然下面就是E的T次,再-T 好,再乘D這塊根據D這塊根據D 分為兩塊根據D 第一個是DET over DT 所以它就是ET OK? E的T次方 好,再- 好,接著D第二根據DT over DT 就是1 所以再-1 就是這個 好,所以最後我方便自己,等一下做D 所以我先寫它做index form 這塊我會先寫,放在前面 就是E的T次,再-1 再乘甚麼呢? 就是聰明的你都知道的 就是E的T次,再-T 因為它在下面,所以就是-1次 OK? 這個就是D一次 至於我們想做的,不要忘記初心 是D它兩次,看看它大個0,小個0 當然X轉了T 這條題目轉了 是不是? 那就自己拾生轉博 所以這次我們D兩次 這次就是F-T 終極目標就是這個 這塊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等於D這塊 就是說D E的T次,再-1 再乘以E的T次,再-T 就-1,再over 就是DT 而事實上,我們D的過程中 這裡有兩塊東西相成 其實就用product rule 即是即法則,可以嗎? 所以在這裡,我就會分開兩塊東西 D左,不D右,再加D右,不D左 所以在這裡,我就會D 用我的口結心法,就是D左 即D這塊東西 不D右,就是不D這塊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再加D右手邊,就是D這塊東西 再加D右手邊,就是D這塊東西 好了,這裡我用了的 是product rule 所以我也想你清晰一點 也要溫習的時候更方便一點 那我再按這裡 product rule 好,然後我們繼續拿 好,在這裡我們先推高一點點 一張紙 如無意外 你給我,我們就 現在要做Defense relation 就是D這塊東西 D這塊東西 我會分成兩塊東西 D,首先是D,E,T,over,D,T 這塊東西就是根據公式 D的公式就是ET 好了,下一個就是 減,D1,over,D,T 就是D constant D constant是0 那就不用理會他 OK 那我乘回後面的東西照抄 就是E的T次 再減,T,負一次方 好了,再加 在這裡小心點 D這塊東西 我們也是需要對位 就是用連式法則徵戶 所以在這裡,我就會 D,E,T,再減,T,負一次 那我對位 就over 就是D的ET,再減,T,再減,T 而,E的T次,再減,T 就再乘回 就是無故補了下一個 在上面補回 就overD,T 如果我們上下這兩塊是一樣的 就是還原D,E,T,減,T 整塊負一次 overD,T 就跟這塊一樣 當然後面不要忘記 你要補回 乘回 E的T次 再減,1 好了,在這裡 我們下了 這塊東西是甚麼來的呢 等於 E的前面照抄 就是E的T次 E的T次 再減,T 整塊負1 好了,再加 首先我們先用D 第一塊東西 這裡 根據D的公式 我會把負1下來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負1 後面這裡就是E的T次 再減T 好了,index位減1 所以在這裡就是負2 次方 後面再乘這個 乘甚麼呢 如無意外 這塊東西 先看看 D這塊 就會分開兩塊的D 就是 D,E,T次方 overD,T 那就是 這塊是甚麼 就是E的T次方 好了,再減D,T overD,T 就是1 不要忘記 這塊東西跟這塊一樣 後面還成多一個E的T次 減1 那就是2次 我再補回2次 不差後面那塊 可以嗎 好了,然後 我自己再慢慢看 對啦 我會看到 大家都加好的 左右兩邊 看到嗎 加好左右兩邊 有E的T次減T 這個是負2次方 這個負1次方 我也教過你了 就是抽個index 最小的出來 所以我們會抽這個 簡單來說 我會抽的就是抽 這個 就是E的T次 再減T 整個的負2次方 接著之後 裡面 這裡抽剩的就是E的T次 原裝是負1次 你抽了負2次出來 即是你要補回一個E的T次 再減T進去 你試一下Double出去 乘回進去 這裡一次 這裡負2次 就是負2加1 就是負1次 就是還原到這個 是不是 好了,這裡正負得負 所以不要寫加了 寫減了 可以嗎 這塊東西整個抽出來 剩下就是這個 那就是E的T次 再減1 就是整個東西的2次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 我自己 前面這塊東西 我會照樣抽 就是E的T次 再減T 負2次方 而裡面這塊東西 我首先自己 就會拿著黑筆 拆過糊 即是把E的T次 兩個箭咀感 放進去 放進去 如果我們這樣放進去 這裡就會出 第一個箭咀出E的兩個index位 就是加在一起 T加T就是2T 所以就是2T 再減T 再乘回第二個箭咀 就是T乘以E的T次 好 再減後面 這裡 2次方 A減B的2次 等於A2次 減2AB 就加B2次 所以在這裡 就會出E的2T次方 再減2AB 即是減2E T 好 再加1 想一下基本功要強 你讀得M1 所以Core的能力應該要留在這裡 OK 好 接著這裡再來 我自己就會再拆庫 即是把箭咀 三個箭咀 把符號丟進去 丟進去 丟進去 前面照抄 而後面這裡 我們慢慢翻譯 第一個箭咀 放進去 是負 即是減 E的2T次方 和這個抵消了 真的沒有了 不用理第一個箭咀 OK 第二個箭咀 放進去 這裡就是正 就是正的 2E T次 即是說這裡 第一箭咀出的 就是正的 就是2E T次 好了 這箭咀我照抄 不要忘記抄前面這箭咀 就是減 T 乘以E的T次 最後第三個箭咀 負正得負 那就是負1 這箭咀 我不如再抽多一點 這裡有個E的T次 有個E的T次 不如我抽多一點 好嗎 那就容許我探美一點 前面這箭咀 照抄 E的T次 再減T 的負2次方 而裏面這箭咀 就是抽起E的T次 剩下的就是什麼 就是 2減T 再乘以E的T次 當然後面還有一個減1 就在這裡 我寫回它 不要用index方式寫 你會看得清楚一點 容易消息一點 我們不如用分數的表示方式寫它 這個放在下面 因為有負index 這個放在上面 上面就應該是 寫好一點 就是2減T 再乘以E的T次 再減1 再over 下面 就會是E的T次 再減T 整個東西的2次方 那我不要忘記初心 就是要做什麼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判斷一下 Tropisanto rule 用完之後 究竟是 over-examate 還是under-examate 就是簡單說你 D完兩次之後 究竟在這個inverval T介乎2至12 D完兩次 這個應該是大於0 越小於0 如果T介乎2至12之間 你不如當它是3 好嗎 當T是3 老老實實 下面有個2次方 即是下面整個東西 一定是正數大於0 所以你不用理它 OK 那上面這裡 2減3 就是變負數 變負1 所以我們不如按一按機 好嗎 前面這裡 2減3 就是負1 當T是3 因為介乎2至12之間 我當是3 隨便當個數4 也行 11也行 沒有所謂 OK 我當3 所以2減3就是負1 即是負 好了 接著這裡 就是e的3次方 所以就是shift e 就是3次方 好了 不要忘記 按完出來 就是負2點幾 還要再減1 就是上面是負數 下面是正數 所以整個東西 整個東西 整個東西 其實就是小於0 即是說 在T介乎 在22之間 這東西 D完兩次之後 就是這東西 它是小於0 所以如果小於0 就是under estimate 所以hence 我們就可以告訴大家 有足夠證據 就是hence 好 就add the estimate 用它的字眼 就是in a 就是is an underestimate 整個東西搞定了 這個就是b part的答案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進去c part 也不是幾個位 開張新的答案字 好嗎 那就不要太迫了 開張新的答案字 我叫這個做page 3 好 直接在這裡做c part c part它叫我們做什麼呢 都好像無關痛樣 跟這條題目暫時 就是怎樣 它就獨立去處理它 就叫我們find 就是這個 就是in in什麼呢 就是t over 1加t dt in這塊東西 我們怎樣in呢 如果你給我 我直接理會 我可以看到怎麼搞的 如果你叫我in 這塊東西 就是t 再over1加t 就是dt 這塊東西 如果你給我 我可以做一點手腳 容許我 我在上面做一點手腳 我補度跟下面一樣 上面就是1加1t 無端端加1在這裡 不可以的 所以我就要減1 你加1-1 是不是抵消了 變回t 跟上面一樣 而事實上下面 我會照樣寫的 就是 什麼來的 就是1加t 這裡方便你看 就是 0-1加1 如果我這樣寫的話 其實你不難發現 我可以分開兩塊東西 在我減好兩邊 分開兩塊東西 去除1加t 所以我就會看成為 這個就是 前面就是這樣 除1加t 再over1加t 就是1 再減 這個減就是這個減 而後面的東西 就是什麼 聰明的東西 你都知道了 這個就是1 over1加t 就是dt 而事實上 如果我用index form 去表示 分開兩塊東西 寫 in這塊和這塊 其實你可以分開兩塊東西 in 就會等於 就是in 就是1 dt 再減回in 這塊我用index form去寫 就是1加t 整塊負1 就是dt 而事實上 我們差在要對位 這個是1加t 減1 這個是t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會對位 你給我 我就會in 1 dt 再減 好了 這塊我會補一個 叫做減 1加t 負1 補一個 補一個 1加t 補一個 1加進去 d1加 可以不可以 這樣寫 你試一下就知道 d1加t 就是什麼意思 d1 d constant 是0 所以d1加t就是dt 跟這個沒有分別 所以我要這樣寫 但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這兩塊要對位 才可以in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到公式 就是說什麼意思 在這裡 我們會發現 這個答案應該就是in1dt 根據in的公式 這個就是補一個t t的一次over1 真的不用理會 再減 而in這塊根據chapter6的公式 in的公式 它就會是natural note absolute value 1加t 再加c 人家一定會問 c是什麼 無緣無故爆出來 c當然是一個concent 你告訴別人 就是where c 就是 is a constant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下面還有很多位 不如在這裡處理d part 看一下d part d part 它就說 the engineer clam that 就是聲稱什麼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produced by company x from t 等於2 到12 is less than that of company y 他問你do you agree 叫你explain your answer 那就是說 你叫我比較company x 和company y 這兩間公司的產油量 究竟哪間多些 哪間少些 對吧 company x 我們就知道 在a part做過的 用tropisanto rule 是吧 在a part 這裡 給你看 page 1這張紙 我們做過的 就是69.4959 approxima 大約 去估計 而欠個company y 我們做一下company y 這次要 所以我們在這裡 首先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the total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produced by oil company company y 好了 y公司這間產油量到底是多少呢 在這裡 他的計法應該是 用這個功能 GT去做 因為GT是形容 company y的 rate of change 對吧 所以我們in一in 就是說in回頭 就是他的產油量 in介乎由2至12之間 GT 就是GT DT 這個就是他company y的產油量 就是說我們這次要in的東西 就是in 由2至12 GT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8T T 我也是照抄 因為這裡講的 題目比 再over 1加T DT 而事實上 我可以抽個8出去 即是這個東西 我就會抽個8出去 就是in 由2至12 就會是T 就再over 1加T DT 其實這個東西 都真的挺熟面 厚的 除了8 8乘以後面的東西 你in由2至12 T over 1加T DT 可不覺得在C part 無端端要計過這個東西 in由T in 然後裡面的那個東西 就是T 就是這個 所以你給我 我現在馬上 我就會套A part的答案下去 sorry C part的答案下去 OK C part的答案 剛剛在這裡計過 就是in完之後 我不要那個concent 是不是 我不要那個C 所以在這裡 我會補回去 其實這個東西應該就是 這個裡面 in完之後 就會是T 照抄這個 就再減 latral 就 absual value 就是1加T 這次不用加一個concent C 原因就是 你有個interval 是介乎2至12 所以補回去 就是介乎2至12之間 這次我們就要處理這個東西 可以嗎 這裡當然我們由於 就是by C 我們用了C部 可以嗎 而事實上 在這裡我們處理這個東西 這塊是甚麼來的 我八照射 不要急著慢慢來 千萬不要心急 要不然就出事了 OK 把12放下去 第一件東西就是 T位是12 這些位是12 所以第一件東西就是 12 再減 這個就是1加12 即是13 就是latral lock 13 好 再減 這次第二件東西就是 放一個2 就是 放一個T 就是2 再減 把2放到這裡 就是latral lock 1加2 就是3 就是latral lock 3 如果如無意外 如果我收拾好多一點 好嗎 你給我的話 我自己會收拾的就是 這個8 我照射 我想收拾的就是 把負號兩個箭櫥 放進去 簡單說拆窟 OK 我放進去的情況下 這裡就會出 大家箭櫥出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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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8, sorry,先按了裡面這個弧線 就是10,再加letronog3 再減這個letronog13 等於再乘8 出來就是68.2多,所以原汁原尾抄 那就等於 68 點 269 303 45 而儀式之上,在前面我們Apart計算過什麼呢 還記不記得 我們用tropisanto rule去計算 就是69.49587529 而Bpart告訴我們這個數字 其實in出來之後,in出來的in出來是這個東西 我們是approximate大約而已 在Bpart告訴我們,這東西其實是under estimate 即是低估了,比正常還要大一點,不過我用個小一點 正常估了已經,但都比這東西大了 大了68點多 所以告訴大家,就是這個數字 就是這個數字了 這個company x的產油量,這個company x的產油量 估計算是69點多 估計算是69點多,也大過你68點多 即是大過你company y的產油量 你竟然跟我說,就是company x的產油量 是少於company y的產油量 那當然是錯了 所以我自己會這樣寫,就是hence 這個company x的產油量 那個company x的產油量 就是is disagrated 那整件事搞定,ok? 那就check check,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那先放好這張紙給你看看 那先放好這張紙給你看看 那這裡就是page1 即是說A part的詳細答案 ok 那至於去到B part page2 就是B part的詳細答案 ok? D它兩次,看看是under estimate 或over estimate ok? 那至於去到page3 就是C part和D part的詳細答案 check check,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 掰掰 by bwd6